在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墨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东侧一角 有一片并不被游客所注意的房屋 而在这外表平平无奇的土黄色房屋里面 就是全国首个文化遗产领域多场偶核实验室 该实验室为进一步揭示病害机理和研发保护技术 打通室内研究和现场实践的有效衔接提供了可能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敦煌研究院的多场偶核实验室进行探访 原来我加温度它就只能是单一的温度 温度变高或者变低正温到负温负温到正温 那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实现 比如说拿夏季汤来说我可以实现日照 然后我可以控制它的环境温度 我也可以控制它的湿度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同时加载多个边界条件上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它的偶核的作用 除了同时之外它可以先后去叠加 因为自然界里面也不可能说又下雪又下雨 所以也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建筑面积达3340多平方米的巨大实验室内 分为夏季舱 冬季舱和风雨舱 舱体内可以模拟零下30度到60度的温度 10%至90%相对湿度 以及风 雨 雪 日照等一年四季的各种气候条件 解决了以往单因素老化模拟实验的不足 实验室它跟以往的这些实验室不一样的点 就在于说我们可以去开展阻止的一些模拟实验 那我们可以实现温度 光照和降雨 相对湿度这方面的一个 还有降雪这方面的一个控制 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实现边界条件的可重复性 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面监测到 各因为边界条件的变化而导致的 实验室里面的一些变化过程的规律 试图去揭示它的病害发育机理 王业武表示 实验室可以模拟研究全国不同环境下 文物遗址的保护 通过实验研究揭示病害发育机理 再对保护加固的技术进行验证 从而采取相对应的保护措施 我们已经研究出的 就是通过实验发现的 动容和干湿循环作用下的土遗址分化 表面分化的这些现象 跟我们早期开展的一些小的 试样的一些现象类似 然后跟我们现场在这个 就是土遗址的现场的一些 病害现象也是相似的 所以我们初步的得出来了一些 土遗址表面分化病害的一些发育机理 同时呢我们也采 使用了不同类型的加固材料 去在实验室这些分化过的样品上 去加固它 来研究它材料本身的性能 加固的效果和加固的工艺 据了解该实验室正在进行一项 全球多地同步现场实验 该实验在牛津大学 威登 Woods实验基地 敦晃研究院多长偶合实验室 西北大学秦东林实验基地等地 同步实施 未来还将计划在四川三星堆 美国开地保护研究所开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